什么是夜敲门 夜敲门是传说中的一种习异现象 它最早指的是晚上睡觉前 家门突然被敲响 当你去开门时 门外却什么都没有 而敲门的那个东西 已站在你身后的情况 后来它被引申成 身处看似安全的居所 却被斜碎入侵的代名词 我之前讲过的 郭元正业余大脸怪的故事 就是一起夜敲门事件 老郎 你大半夜说这个 真不怕把那东西招来吗 夜敲门都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居所 咱们借宿的这个破庙 怎么看也不安全吧 嗯很有道理 哈哈哈哈 你是青老的小蜜蜂 我兄弟看见了吗 看你妹 快让雨红来救我们 手气变成值钱了 我冷靠 白狼 我们还要软弱到什么时候 这种事我们遇到的还少吗 直面困难吧 不要再躲到女人身后了 可不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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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兄 颜值有理 很好 你稳住死怪 我去取我的白鬼白给鸡 明天日落千一定回来 See you 什么夜敲门 这叫当幸福来敲门 如何感到幸福地就白白痴 哈哈哈哈 我他有能杀人 上火焰 净化一切 天亮之后 我们发现怪物跌倒的地方 有块梧桐树皮 于是去寺庙后山寻找 果然发现一棵巨大的梧桐树 那树上有个窝口 里面还有盈盈探火 这窝口是砍柴人为了方便爬树 砍出的灯脚 想必就是那树怪的嘴了 道理我都懂 看我们的手机去哪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